洛杉矶市检察官昨天宣布 计划向总部位于加州的健康科技公司提起诉讼 该公司在疫情期间虚假宣传家用新冠试剂盒 并且未造FDA的认证 导致大量的消费者被误导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洛杉矶市检察官本周三宣布 他的办公室正在起诉Wellness Matrix Group 该公司涉嫌参与一项进行设计 且设计面极广的 与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欺诈性计划 该诉讼指控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公司 出售了所谓家用冠状病毒测试产品 并谎称该测试产品已经获得FDA批准 同时该公司还出售了另外一种 居吸可以杀死冠状病毒的杀毒剂 声称即使整个城市都充斥着病毒 该产品也可以为使用者提供抗病毒的能力 据洛杉矶市监察长麦克福耶称 令人震惊的欺诈行为的另一部分是 该公司在这些产品上 还附加上了虚假的政府注册号码 并捏造了伪造的科学研究指导 且以上的文件均被证实为虚假炮制 该诉讼称 被告人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 从销售欺诈性产品中获利 自启动将加州人的健康和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除了公司 另有两名主要相关人物被起诉 分别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和销售代表兼公司业务总监 同时 市监察官的诉讼正在请求一项禁止令 以制止该公司继续宣传虚假广告 以及对涉案受害者的民事赔偿 Wellness Matrix Group代表律师方 表示该公司遭到了错误的指控 并且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目前大多数该公司的客户 已经收到了退款 而由于倒查 证券交易委员会 也暂时终止了该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